每日铃鸯我要听 每日铃鸯每天听 神的话语在我心 要存记在我心 要存记在我心 阿们 我们今天要看出埃及人的第三章跟第四章 而我挑选的是第三章的第九到十节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弃压他们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阿巴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出来 吕正宗一本是这样说 他说现在你看 以色列人的哀叫声已经到达了我了 埃及人怎样压迫他们 我也看见了 现在你去 我猜前你去见法老 使你将我的名 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出来 哇 神真的都听见了 神真的都看见了 神也都知道 当我在读这里的时候 我就思想 我就那第十节 现在我要打发你去见张老 这句话忽然很深的 打动我 打动我 现在你去 现在你去 我猜前你去见法老 我就想到 以赛亚书的六章八节 他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我就现在在幕后的世代 有好多的人不认识神 整个的世代 真的是罪恶 罪恶滔天 谁真的愿意 神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神去呢 我发现现在的基督徒 很多单顾自己的事 即使每天灵修 读经祷告 可能都很难 我有时候都想怎么办 特别我们的下一代 好像叫他们听每日灵粮 对他们来说 这么的痛 这么的难 让他们稳定的听 这么的难 他们可以听一堆东西 哇 网路上的资料 滑滑 擦擦 可是叫他们稳定的听 他们就是不愿意 好难哦 好难哦 神肯 谁肯 谁肯 同样的 我可以拆遣谁呢 早期 最近我有更多的时间 现在在看保罗的 以佛所书 使徒行传 想到当时的年代 其实很多的同工都没有 都没有被保罗学得很久 可是他们就出去 他们就出去了 就被拆遣出去了 就像提摩太 他才那么年轻 也没有跟保罗很久 当时保罗建立教会 大概最多一年两年 而这些同工 怎么起来承接教会呢 可是你看现在的人 神说我要拆遣你 哎呀没办法 没办法 我好忧能 哎呀我没办法 我什么都不会 哎呀我没办法接小家长 我什么都不会 其实早就会了 早就可以了 还叫他做一件事情 我好忙 我好忙 我好多事情要忙 我真的觉得 有时候思想 真的谁肯 谁肯 神说我可以拆遣谁 谁肯为神而去呢 意见好大 想法好多 自己的主张好强 哇好难哦 或者呢自卑感很重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办法 好 我觉得求主来帮助你我 你愿意吗 谁 神说我要打发你 打发你 摩西斯也觉得没有办法 可是神要打发他 打发他 他愿意 那你愿意吗 神如果打发你 拆遣你出去 你愿意吗 记得后面还是有困难重重 我想你自己读摩西的故事 你知道困难重重 所以做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可是你先有一个心知 主我愿意 我愿意 如果你愿意 真的待会听完信息 你好不好 你很深的跟神祷告 主你真的让我踏定 帮助我 勇敢的踏上去 踏定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们分享 愿神祝福你 拜拜